猎诀师太得知屠龙刀落入了天鹰教 带着倚天剑就闯进了天鹰教的总舵 开口就要白眉英王交出屠龙刀 不料却被白眉英王嘲讽他笨头笨脑 天鹰教明明在王盘山举行扬刀立威大会 江湖中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也只有他会傻傻的来总舵索要宝刀 你敢侮辱我 殷天正 我给你拼了 还未等灭绝师太出手 只见无数天鹰教的教徒手持弓箭 将灭绝师太几人给团团包围 灭绝师太这才知道 天鹰教的守卫为何如此松懈 原来是自己当了别人的替罪羊 鹰野王也不想跟他废话 直接命令手下发起进攻 无数带有火药的弓箭纷纷射向灭绝 灭绝师太瞬间被火药炸的人箭分离 白眉英王剑撞飞身上前接住以天剑 剑 我的剑 以天剑 继小福见师父灭绝身受重伤 决定让师姐带着师父等人先走 鹰野王正遇下杀手之时 剑技小福长得还有几分姿色 于是便打算让他留下来做自己的小妾 而白眉英王得到以天剑后 内心是止不住的狂喜 另一边杨潇感到王盘山之时 却看到所有的江湖侠士 都被谢迅的狮子吼震的痴痴呆呆 仅剩白龟兽一个人心智正常 于是杨潇便将此人带回了天鹰教 而白眉英王这才知道 屠龙刀和女儿都被谢迅带走了 这让他十分担心女儿的安危 其实鹰天正和杨潇之前在明教一起共事 两人也算不上敌人 杨潇只是想夺取屠龙刀重振明教 自从明教教主杨鼎天死后 明教帮众便四分五裂 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雄风 两人商议一起找到谢迅夺回屠龙刀 到时候屠龙刀归杨潇 鹰天正只要自己的女儿能平安归来就行 这边的鹰野王正准备洞房花烛 却被父亲鹰天正派人叫了出去 纪晓夫趁机利用峨眉的九阳宫 运转经脉冲破了穴道 可就在他准备逃离天鹰教时 却看到了远处的杨潇和鹰天正 无奈他只能推门躲入一个房间 可恰巧这是鹰天正给杨潇安排的客房 当杨潇刚刚推门而入 就注意到了纪晓夫的存在 杨潇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紧接着捏起桌上的一颗葡萄扔了出去 被发现的纪晓夫迅速向杨潇攻去 杨潇在与其交手几招后 通过招式得知他是峨眉派 本不愿动手的杨潇 面对纪晓夫的死缠烂打 杨潇只能出手将他逼退 脾气到底倔 你死也不是我天鹰教的侮辱 剑被纪晓夫认为是天鹰教的 杨潇连忙解释自己不是天鹰教的 杨潇表示不想为难他 他若是想走尽管可以离去 不料纪晓夫刚走出房门 就被赶来的鹰野王一把抓住 杨潇看着纪晓夫一脸绝望的眼神 这让他升起了怜香惜玉之心 杨潇非常的犹豫要不要上前救他 鹰野王将纪晓夫带回房间后 正打算进一步的深入交流时 却被赶来的杨潇将其打晕 纪晓夫成功被杨潇给救走 也正是因为这次的举动 杨潇从纪晓夫的口中得知 以天鹰教的消息 次日杨潇便返回天鹰教 向白眉鹰王索要以天鹰 剑在我手中 要打 凭本事 得罪了 好